向各位市民朋友宣布 我们施工中的这个百一街工地 我们依照专业技师的建议 他的安全的考量 就基地之基础及地下层的必要设施 我们将会先行施作 以提升基础的稳定性 还有临防的安全性 并在完成必要的地下设施之后 我们将立即宣布停工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处长来进行说明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王庸好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想市府其实非常重视这个公安的 尤其在这个大直事件 那有关我们百一街的部分 那市场宣布立即停工 那这个案子在五月的时候发生的时候 我们已经先邀请第三方的专业工会 包含建筑师工会 还有土木结构的这些工会来协助我们 那考量当时候他的这个大底地下室 都还没有施作 可能会有这些危险性 所以在经过专业祭司的考量之下 我们当时候是部分施工 也就是说把这些地下基础的这些完成了以后 那要以防止这个周边的这个安全 那考量现在他这个相关的这些基础的大底已经完成 所以我们宣布这个立即的来做停工 那有关民众担心周边这个零损还有这些安全工地的安全部分 那我们后续会启动 我们会希望要求起造人跟承造人要负起这个责任 据了解今年五月中在七土区百一街建筑工地施工造成基地旁电杆呈现 最近又发生零房受损引起居民人心惶惶 从五月到现在啊 陆陆续续的 大直的事件 还有那个台北新医区的天坑事件 其实让民众都人心惶惶 尤其这是他们一身心血买下来的房子 他们觉得不应该就这样就没了 所以在这里是建议我们市政府可以发起这个补偿基金的动作 让民众保障民众的一些生活跟安全 民众最需要的是我们现在的房子是否安全 有没有可能睡觉睡到一半 或是工作回来房子不见 这个我想都发出应该提供第三方的证明 让我们居民可以放心 谁可以保证居民的安全 那这个证明就应该提出来 那我们继续施工的问题就会减少很多 因为我们未来建商跟住户跟我们议员里长之间 也必须寻求一个相关的平衡沟通的平台 我想应该马上建立起来 让大家最重要的是立即的危险有没有 市政府强调有关基地零房受损部分 将要求起造人及承造人负起完全责任 进行全面性的盘点清查 并邀请第三方专业技师协助确认 零损状况及安全评估 要求优先启动零损户的鉴定程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